加利福尼亚大学实验室,进行了一系列计算,表示我们的未来危在旦夕。 通过研究发现,在本世纪人类拥有着20多次灭绝的几率,这还仅仅是单纯通过研究气温变化得出的结果。 研究人员表示,如果温度升高3摄氏度,就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 如果超过50摄氏度的话,那么人类的消失将会定性,虽然本世纪只有20次机会,但是我们相信这个机会,如同坐飞机失事一样,即概率低到可怕了。 科学家表示,如果地球环境继续变热,全球范围将会出现致命的灾难性自然灾害,例如超强台风龙卷风旱灾洪灾和海啸等恐怖事件。 温度上升的过快,很可能会使新南点的冰川,达到临界点,这意味着它们将会逐渐消失。 地球中的很多城市,在本世纪末将会被海水覆盖,虽然这些资料都是电脑模拟出来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迫在眉睫,该如何拯救自己的未来? 人类真的会在一个世纪内灭绝吗? 随着全球气温的升高,这些事件可能会变为实时温度升高海水融化飓风星系等一系列的灾难,正在逐渐的威胁到我们。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